这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27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点评节目 今天最大的新闻应该是李鹏的儿子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就党的职务,但是还是交通部长 所以网上热议一片,很多次媒体还都在谈这个他被免的原因 猜一猜,我认为很可能是在三中全会上 也就是元老们围攻习近平,围攻了一两天 习近平一股伙上来,当时就病倒了 病得挺重,脑血酸就犯了 差一点就是白白了,幸亏是抢救及时 微创手术做得不错,又缓过来 是吧,这个元老当中说不定就包括这个李鹏的家族的人 我认为,因为这个三中全会 你不要以为仅仅是一场会 在这之前肯定有预备,好多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就不会像外界宣传这样的一个强调 外边到最后宣布这个公报 就是一个假的,一个让老百姓知道的 共产党永远是不会真相告诉别人 就像有的人抄脚化,他告诉你的永远是他希望你高 你知道,牵着你鼻子手,憋心故事,画圈 你要注意时刻他的谎言,一样的 讲的挺好听,是吧 不吃饭能送你二里地 政党也是一样 所以他元老们围攻他的时候 就清算他十年犯下的罪行 他一病倒了以后呢,就可能 有一些人就露出真相 那是不是李鹏家的家人 就是这个李小鹏也是其中的一个 两面人,希望他下去 因为什么呢 红二代只有他和李小鹏有职务 对不对,再就胡海峰 没有几个了 这对新闻来讲构成很大的潜在的背心 因为元老们肯定不会是让什么 卫星生啊,王丹啊 就王军淘堂啊,回来制政 是吧 绝对不会让中国民主化 肯定也是想找一个旧党 而旧党有些元老可能也不太 喜欢共青团的爱意 觉得他们是草和结成 不那么正宗 有可能是中国改变颜色 那最正宗选来选去 除了李八高克 也就是李小鹏 他爹又是背了一身血债 人人恨 是吧,元老们估计 实在没招 要不叫李小鹏试一试 我估计可能三中全会上 有些元老提出来 那自然人家习近平就非常警觉 随着习近平统治基础的恶化 内外交困 福费受敌 可能就得需要给 李鹏的儿子的职权学学 这只能是薛权 也没抓他 是吧 其实他的腐败非常严重 李小鹏还有李小离 这都是腐败分子 我跟你讲都是千亿 搞不好都是 太多 那么这是一种可能性 因为我只是猜测了 先给他全力学学 别和自己竞争 因为老大太不自信了 老大是一个小学生水平 就是特别虚弱 满眼都是敌人 而且生怕别人超过自己 你们刚才讲到教培 说为什么教培 这个新东方太打压了 就是因为你要搞教培 肯定要学习海外这些 就是读本课本 对不对 那课本的肯定讲凤叶 光讲凤叶也不行啊 光讲这个加拿大 风景美也不行 他讲民族法治 对不对 美国也是一样 他讲独立战争 南北战争 你在讲什么 讲民选总统 那新民都害怕 甚至讲外语 他都生气 为什么他不会英文呢 我最近马上看都没有问题啊 眼前也能低倒低倒 他是什么 抖大字不是一口 你就想他不生气吗 就像你三个人走 你上去 我需要英语 咔咔 你溜溜的 你傻瓜 这样你不生气 我都生气 有的时候和别人出去 别人的英语 咔咔 我就去惭愧 骂的 你怎么逼我强 最好你不如我 你让习近平这样多好 是吧 这个人都是这样 嫉妒心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 完全可能是出于对 李小峰的戒备 来给他学学权 这是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啊 是不是准备给他 调到人大系统去 这个很难讲的 因为他第一步 后来是人大嘛 是不是 公安党就这一套 因为他这些人呢 这个大概率 我认为习近平 不会整这个红二代 这样剥写来 他都不想整 是吧 据说比剥写来 就已经保外就医了 有的人说正在阿联邦岛里边 专门搞了个小房 刚开始 薄写来想住那个九号楼 就毛主席住那楼 据说习近平说 你住九号楼 九号楼影响就太大了 薄写来就是大哥 这回我都服了 你给我整个这样 这个算了吧 我也不和你争权了 咱就是一养天年 为什么在大连 他愿意吃海鲜 另外这里 很多小女孩 你也可以送进来 用一用 这是私下 一些朋友们的酒话 是吧 我要讲什么 就这个习近平 一定是不会对红二代 就是说下手 有的人说 给他免去植物了 下一步就要抓他 清算他李鹏列家族罪行 然后比六四平凡 你做梦吧 习近平还得给六四平凡 习近平 我给你 习近平只有一条路 或者是战争 这个战争当中垮掉了 非常惨烈 或者是在内陆当中 被人抓起来 送监狱 他不可能进行任何性质 一点点 不用说政治体制改革 往前走一步 他都不会走 他只能倒退 所以李小鹏这个事 简单讲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 刚才我讲的 算是对元老们 围攻习近平 就发泄 报复 这个有一种可能性 另一个就是 他给他换个地方 这样既可以安抚他一下 又不只有和自己竞争 习近平就玩这个权术 说不定是 那个马屁精 满领色纹 那个 脸上像那个 像那个龙 像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山里 那个倒叉的一样 那个 那个陈希 给他处理点 这个他赶快给他处理了 现在都说 你不行 再换了小红 是吧 硬怎么办 掉过地方 直接给他抹了 因为书记是一把手 书记说了算 就说明他的权力 会削弱 这是一个 不光他呀 今天人事任命 还有啊 给大家速落速落 也就沈丹阳 任姑爷 研究室主任 其实你们不要光 盯着李小红 主要是这个人 啊 那么沈丹阳是谁 我刚才查了一下啊 我没有什么 像那个人家小姐 每天都有国内的电话来 是吧 我在提醒了 这小姐 你这个 这个国内那些人 总给你提供这些东西 有没有可能 公安党不一画个圈套 意思是你看那个 对不对的 都搞得反见的 都在这个 总共的代理人生 你老听他给他讲 总共有没有可能 设个圈套 就让你讲 讲到一定程度 澳大利亚就对你 开始产生 印象就不好 这是我这忧虑啊 这是我在想 下个别人操心 是吧 都是都说 我这吃地狗 有想中难的事 有的时候我也想 这个呢 这些受苦受难 受到政治迫害的 朋友们的事 我也想 是吧 就因为我和小姐 没有自己的联系啊 借着机会 你要警惕啊 他老给你拿 这东西 完了你用那个杯 又是国务面 有没有可能 澳大利亚情报系统一看 你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总 就是不知不觉 给他们 给他们当这个 当这个就是 这个一个传声筒啊 这事可就大了 你首先保住 澳大利亚的身份 争取啊 估计他现在找个 找个太太 我看好像是 香港人 什么当地 我估计有身份了 首先要保住身份 别让他给你 给你整回去 整回去倒霉了 因为中国 现在如果不打仗的话 就漫长的冷战 就是北韩 北韩那最苦 到那天 海外关系 就像王大利亚一样 海外来人了 最后不间谍 什么都是间谍 你看那时候 演那个电影 什么 我看那电影 那时候都吓死了 谁来人了 就你家有海外关系 就是敌对分子 你看国内 有些人来以后 跟你讲的话 都觉得滑稽可笑 脑子洗的 这傻瓜一样 人都用微信 微信就是特务软件 你记住 24小时监控 你讲的每一句话 你放个屁 你和那个小女孩 玩一玩 全都在那里边录 清清楚楚 我跟你讲吧 不骗文字 尤其是你的摄像头 不遮挡下去 你就是裸体 人想什么整整 容易就给你的 那个视频结写 结写给你发网 就完了 在哪一天 招你麻烦 然后你这个钱 给了谁 怎么走 怎么买什么东西 没有不知道秘密 这个微信呢 在中国 这个一定要禁止 你看这里 加拿大政府 都不能用 政府官员 你看那个美国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这都太吓人了 我跟你讲 他们老用微信 我都受不了 你不和他微信 联系不上了 他为了省这俩钱 他就用微信 他使自己 所有的秘密 就是人就像 裸裸的事 给人家看的 你就像你晚上 洗完澡 有些小女孩 对的就看手机 那不等人 人在里看 你姓叔叔吗 你就想想 这多吓人 他不像你美国 因为美国 加拿大 这个自法是独立的 谁不敢利用这个 整人 你中国 他就利用这个 你一入关 他就知道 你没入关 他就知道 你用手机定位了 他准确是知道 你这个地点 我都听说这里 共产党就能遥控制的 哪些人上谁家里 他在找这地产经理 查那家 主人死去 一开始中国人 他从中国到人家去了 说你在加拿大 有个房子 你是不是招待那个人 他你跟他什么关系 他什么都知道 他吓死人了 你就想 这是什么国家 他就有一些 他怎么底下 有一匹马屁进去的特务 他就为了这个 习近平高兴 上级高兴 上级抓什么 就抓什么 你比如说吧 你得罪了习近平 你在哪个地方 他能够精准找到你 大使馆就一批人 马上就给你查处 你人在什么地方 然后就在对面 租一个房子 卡了你 天天 吓唬你 这共产党 他就是这么讲 这共产党 现在已经堕落 基本堕落成了 一个全世界 人们感到恐惧 感到憎恨 这么一个犯罪集团 我跟你讲 真的 一个在全世界 你们就看全世界 现在习近平整个傻样了 你就给我讲解吧 是不是 你看美国以前什么政策 你看现在美国什么政策 议员们提出那些东西 你看 你看那个就是 孙文 给中共当特务 这个孙文 你看他出庭的狂妄劲 你看那个女的 还觉得挺自在的 你就想想 你在这个地方 加拿大这个地方 你呼吸这自由的空气 享受这里的民主和法治 你又利用人家的自由 去干什么 帮助一个专制政权 是整治人民 你就想这做啥事 还影响台湾 你就想 他觉得挺美的 他两个 还整个律师什么东西 不觉得很惭愧 是不是 你入了这里 记得 你就是这里的共产 终成你加拿大的法律 美国的法律 和美国的价值观 对不对 这个价值观是什么 这个价值观是 人民群众是自由的 宪政是民主的 这个司法是独立的 人一个要正直 你看他 他不觉得惭愧 就欺负人家美国 其实无耻 我就跟你讲 整个头型的挺好的 走去走一道了 好像还挺飘 也挺潇洒的 你就想想做这些事 是些什么事 这个脑袋 我给你真是无耻 是不是 看那些人在做那些事 你看人家给你断 给你盐水压 你就想一想 因为这些什么人 不能给你送个好的东西 是不是 才是好好做 帮助自己国家 人民 就出来以后 也是母帮 是中国 是帮他们走向民主 法律 更无尊严 对吧 今早上我给你们讲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卖鸡蛋的 这个母亲的 你们看的视频 那是视频的 你看那里面 多么无奈 手的拐的小框 我数了一下 那些框的鸡蛋 就二十来只 二三十个 你全卖了 才能卖多少钱 一个鸡子 鸡蛋 就鸡子 我记得他现在卖 就卖两 一块钱 那卖一块人民币 卖不上好像 你说多么苦 你想 那个鸡蛋下多长时间 他自己不舍得吃 我看了以后 我跟你讲 我就心里非常难过 你说混到今天 21世纪 世纪什么大国 为了一个台湾 昨天是七十多架飞机 有一天的 你说七十多架飞机 就算一架飞机 花一块钱 这七十多块钱 你买都是这个鸡蛋 帮帮自己的母亲 自己的 你当领导人 我就跟你讲 你看你领导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竟然有这样的国民 你说你在台上讲啥 你给我讲一讲吧 你铁链女这个事 你看他两口子 军事员和习近平 像没发生一样 人锁在链子上 那么多的孩子 就像没看着一样 这样的一个无耻的 冷酷无情的 这样的一个人 整天都讲什么 全国成民主啊 什么什么 又是人民就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无耻 坐在人民头上 拉拉屎拉屎 每当出了一些问题以后 怎么办 就换人 再找其他的人 今天我看这个视频 我就想起 我能建就我妈妈活着那时候 真的 六十年代 带着我们逃荒的时候 就是多大饥荒的时候 我妈妈背上背一个 就是手里领的就是我 我们家那时候三个孩子 那最后一个孩子在山东生的 我哥哥 你想想 坐那个轮船 从大连上 坐一夜 醒来看的时候 到了烟台 烟台没有路 咱走到羽山口多远 你想想 路上什么 就那时候马车拖拉几多 我妈妈就呼喊着 就招手啊 他过 就拉着一程 看孩子们 球里领着 病生病 我印象可深 看我那流小鼻涕 搜的一路 就一边哭冷啊 有恶 你想 严沛流移 我返回家乡 就是山东省 乳山县 海洋所工作 塑工庄村 我跟你们讲的 我给 2006年释放以后 我专门回去 看到那个 我们家的破房子 和那个山水 我就跟你讲 那心特别难过 你说国家到这个程度 还能有自己的母亲 卖点鸡蛋 你就想 这什么什么 你最起码不给你养起来吗 你18岁小孩 你到加拿大来看看 18岁小孩 什么都有 每一个小孩都在大学 我都问过很多学生 他有的家的条件 并不是太好 为什么能上大学 带不来 政府都讲 带不上 带不上申请 理由充分就灭了 这就是人生 你看这什么社会 还好意思讲 真是丢人的 我告诉你 丢尽了脸 你就看这视频 每个人看 这位移民出来的 我们的同胞们 你们过上好的日子 你们都想见这些人 你不要逛下你自己 一套房子 两套房子 今天到那喝茶 你那脆牛皮 你看看这些 你就知道 你为什么 不能为此 吗 呼吁 帮助他们 能够发展起来 你对这个 邪恶的 专制政权的 这个领导人 你竟然 不闻不问 你觉得好像 这应该发生 这和我事没有关系 我照吃照喝 该我啥事 该你啥事 有你哭的时候 你就想 就习近平这么展现 就是战争 战争如果来临的 会看到有关系 还是没有关系 你子弹 不长眼睛 你看到这边 发那个什么 什么东风 什么 你吓唬美国 美国 你看姚成 给你讲的那武器 我是外航 你赚 海军 你给你讲的那武器 做每一笔 就要比较 是不是 咱回到这个正题 就是什么呢 大家的关注 李小峰 其实神丹 羊也值得关注 他为什么换起神丹羊 就跌小二门 每一档 总之不下去了 搞不下去 国务院 你这个经济怎么办 现在 你就想一想 一地鸡毛 白名单 白名单 能给这烂尾楼 买下来吗 今天早上 我又讲到 大约的视频 做得非常好 真实 你看那个 一个老百姓 男的大概 五十多岁 和我年龄差不多 戴个眼镜 讲烂尾楼 他买了这个房子 烂尾楼 他钱都偷到这 老一部军工 都封顶了 你看住在里边 是怎么住的 你看一看吧 洗菜的水 洗澡的水 泡什么 就雨水 这房子就漏啊 雨水 找个盆 盆 洗的东西 你看怎么做饭 你看是怎么生的 你再看个熊安心区 我有个朋友 跑到从洗澡去 为了告诉我 江平啊 遍地里 我碰着 晚上一片黑暗 你说那个房子 弄得那样 你这个老百姓 烂尾楼 住在里面 说到现在没解决 怎么过 那个老百姓 领取卡到睡觉 那里 你说那个人 真是人啊 活得多么别去 戴个眼镜 我估计那里是有文化 你想在共产党统治下 你只要有一份 你这个政府就是失职 你看这里有吗 你给我讲到这里 你看不看 一个房子人 交完钱以后 现在 接雨水喝 你不 这里有 桥栋顶 有躺在那 我这边也看了好多啊 我不太会录制 我要会录制 这里桥栋顶 躺楼 都去录制 给这个特伦多看 我只是我不会录制 真的 我是实在是太笨了 一个人 单亲匹马 做这个节目 年龄大了 我要跟你们讲 这个社会 都有些不公平的事 这里也一样 但你看 中共国 你就像赖尾楼 你人交了钱 到几月几号 必须交公 不交公 法院就要派 对不对 就要 就要弄他的财产 补上这些 权益受到 侵犯老百姓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 就是说 就是没有人 这个理睬 喝的水 是雨水 你就想想 真的看到 他只是换人 你看这次他又换 不是李小鹏吃的关注 也不是王和胜 这是什么 沈丹阳 你看沈丹阳是谁 你就知道习近平的政权 他们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越来选 因为古代叫选才认能 对不对 你治理这个国家 因为你处理的问题太复杂 你要选一个能人 他是越来越选的什么 罪名本事 就是什么 迪系 你看这个人 我查了一下 这个沈丹阳 我以为什么了不得人物 他是 原来他是81年 85年的时候 厦门大学 外貌系 大学生 厦门的 也就是说 习近平的家乡 就是这个 习近平现在用这些人 全都是必须 他对他好 他就要对他忠诚 狭小的圈子里边 这个就是这个 群带关系 你看 85年到89 国务院办公厅 这个人在国务院里干到了 96年 就江泽民的时代 是国务院的办公厅的秘书 二居 秘书 你看他选的人 就选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是96年到2000年 胡闻时代 在福建厦门市贸易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 正初级 就胡闻那个年代 他就要厦门工作了 在厦门 就在外贸这行业啊 一直做到了这个 03年 协后担任了贸易发展委员会主任 就是贸村会会长 这些官 这个级别的官 就是大连的东北的 哈尔滨的沈阳 我见的多了 我都知道 基本所以我们这样差不多 就是大学毕业了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体制内工作 算是有点文化知识 懂一点 但是一定不一定是处理拔萃 你就想全国这么大 怎么你只选人就选你福建 这就跌小二次了 要怎么他搞不好 他是03年 就胡闻那个年代 调到外经部 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然后他一直在商务部干 干到了这个2018年 他是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要告诉你啊 就这个人肯定是又能写 又能讲 口才啊 笔杆的 这么一个人 那么呢 当了政策研究室主任 然后呢18年以后又到海南去了 党组成员 然后副省长 然后在海南一直干到 还干了政法委书记 然后24年就采 把他任命为国务院研究室 当中书记主任 一般来讲研究室是写大材料 国务院这个报告啊 请示报告 汇报啊 简报啊 大量都是这个人 他们来写 并不是宣传部啊 宣传部是管宣传的 我都知道 因为我在新华社大连职社工作的期间 我那档案不就放在那个 大连世卫政策研究室 当时施主任是潘红颜 张江当时是 也是客人 后来也是副主任 就是一般来讲 这些政策研究室是搞策划的 宏观上就是写文字策划 子篓子 我们叫子篓子 他这么个人物 他踢不他 你就可以看住 就李强现在是捉襟见证 我就是没啥本事 这个服务院也做不好 做不好成了背锅侠 习近平就可能是弄 我认为是很生气 生气他就换人 换来换去 还是他这个活人 只有换一个他大哥喜欢的人 他才能用 而恰恰这些人上了以后 干不成什么事 这是今天很大的一个看点 尤其是我在讲一遍 就是过去孙春兰重用的 王赫是否能干点事 这个人比较低调 这一次也被免制了 而并没有受到提拔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其他媒体没有的 就西藏直播区 人民日报分版的消息 这条消息太重要 你看日卡泽市 消防救援之罪 压解压食 燃气力与消防安全 他讲的什么 你想一想 他说为了深刻吸取 燃气安全事故的教训 就证明以前经常有人 拿液化鸡盆炸它 对不对 进一步夯实燃气领域 消防安全防控工作基础 有效防范和遏制 燃气火灾事故频发 就证明以前发生很多 没报道 是吧 怎么叫预防 还没发生的时候 你就该在这 禁止它 对不对 这叫预防 那么呢 遏制呢 是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里有很多人 用液化鸡盆炸共产党 这关于报复社会 你知道吗 甚至自杀的 还会即将发生 他们知道了 所以搞这东西 你看 日卡泽寺 消防救援职队 研把三道关 什么关呢 安全管理 联合城管 商务 市场监管 教育 历界12个行业部门 深入各行各业开展 市城镇 燃气安全领域 专项排查整治 这说明什么 你给我讲一下 为什么咱们能做这节目 是不是 后边这部 我不讲这些 一千多字 就讲这个日卡泽 日卡泽什么地 西藏 西藏什么地 胡春华曾经当领导的第一站 就一直卡在那里 你看胡春华简历吧 我不许送付了 是吧 这说明什么 在西藏 很多反对习近平的人 是胡春华的人 知道了吗 这些人呢 抵抗 抵击 就是这个 反抗习近平 没有别的招 因为如果你司法是独立 你做的不好 人家可以起作法院 对不对 如果你信房搞得好 人家可以通过信法解决问题 啥也解决不了了 整天抓这个抓那个 然后不停地整胡春花 官员也不干活都躺平 也就给你整事 包括底层老百姓给你燃气管给你炸 不知道炸了多少起 所以他吓成这个样 就是你可见 为什么西藏那么多地方 他别人都不说 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地方只想西藏呢 哎 明白了 习近平不敢动胡春华 他把胡春华过去重用的官员几乎全抓了 全国都在抓 内蒙古抓了多少 河北 广东 西藏 对吧 怎么样 这说明什么 人家胡春华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 相对他 现在人家干了不少好事 就老百姓比较拥护 怎么大家现在上不去呢 他给整个正业副主席 整天欺负老婆 骂你我给你炸了 搞了好多 他没办法了 他在日卡泽搞这个名堂 你看他用了一个词 压井压师 再也不能再炸了 再炸就完了 你就可以看着这个出了什么事西藏 对不对 这个不是一个小新闻 你们看吧 大概有两千多次 这个而且通过什么 电视报纸网络传统媒体 对燃气消防安全整治跟踪报道 哈哈 这内斗多么激烈 但是你看他官媒讲都是团结啊 没有什么这个派 那个派啊 我给你找着视角对不对 对吧 是吧 这说明习近平统治啊 党内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 那么今天还有一题 简单聊两句 因为这属于这个国际新闻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美的关系啊 就很紧张 也就是说呢 有可能就是随时发生这个战争啊 那么在日本 这也成了一个引爆点 就日本的资深议员施破帽 最后一战赢得了自民党总裁选举 要出任了首相啊 这可是识是吧 因为他中国的禁令 一带水的邻邦啊 过去和中共国有 还有过这个旧恨 现在叫薪酬 习近平点燃了 是吧 67岁的施破帽啊 9月27号 赢得了激烈的党内选举 当选执政党 自民党总裁了 即将成为日本首相 这是他第五次 也是他口中的最后一次 竞选总裁的选举 他讲到十位身份政坛老将的施破帽 在第二轮决选中 这个击败了强硬的高次早苗 高次早苗对中共更 对这个中共中国这更不友好 我跟你讲啊 更吧 这女的 说这场数十年来 最难预测的领导人选举资议 由史上最多9名互选人参选 这边这是美国的资议给你介绍啊 由于自民党半年半时 自民党半时间在国会占有多所位置 他说施破帽基本上确定为下一任的日本首相 10月1号预计召合临时国会举行首相指名选举 之后呢 他就组合了 结果揭晓以后呢 情绪激动的施破帽 他这样讲 我们必须相信人民 永远而真诚的说出真相 你看 这和中国都不一样啊 人肯定讲出真相 日本人报纸随便刊登的 我都在那个加藤龙泽住的那个房间里 可他住了挺长时间 2007年的时候是吧 他那个兄弟挺好的 也非常每天 就是亲身亲为啊 所有的事 你比如说办事处来的箱子啊 来的袋框什么 装了些东西 比如说买一下菜什么 秦志康啊 就好像他是办事处 这个办事员 司机反而是领导 是在司机反而被的手 小脸扬了 可牛了 为什么我一看就是安全局 就安全局派在身边监督他的 还有他的清洁员 蹲在那个地方啊 小支楼的看小纸条 你说你清洁员扫完以后就装走就完 他就一个 咋该看 我就知道他身边全是中共 我他也不在乎 我看他每天都稀密稀密 估计他不知道 或者知道他从不知道 这才叫直落鱼啊 日本记者呢 绝对对中共我太了解了 是不是啊 我要跟你讲啊 这次这个 施破号上来 我跟你讲 虽然他不是高丝扫描 他对中共同样是警惕啊 他说呢 这个共同统一让日本 再次成为一个安全可靠 人人都能笑着生活的国家呀 你看人家讲的多好 那习近平这样 人人都能哭 人家害怕 什么时候习近平 你能说 哎呀 蒋云银啊 像你们这样 批评共产党的人 回来吧 没事咱不整 我不就笑了吗 能笑吗 你说谁敢回去啊 这习政权越来越把 中国推向了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啊 我真没想到 我八岁看到我大革命 我到了六十八岁 现在没到六十八岁啊 六十六岁 又看到了二次文化大革命啊 这是我感到可悲啊 那但愿这个石破茂 能够就是 这个想想办法啊 发挥政治家的勇气啊 还是要搞这个 呃 总日友好 对不对 不要搞战争 战争没有出路 但是你想随意不想打仗 但是你碰上那个傻了巴基的 这个小学生 是吧 一天到晚物物渣渣 致人民群死活为武功 整天发展这些什么武器 什么弹药 是吧 今天俄大 明天就是支持俄罗斯 就买的天然气石油 这样的一个人 和北极型拥抱的人 是吧 就这样讲和美国作对 和自由世界作对的人呢 说心里话 从我没有好的前途 啊 非常可惜啊 好 谢谢